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反映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社群多元性 今年七月到任的驻新加坡代表张大同 也在婉晴园馆长的引导下逐一参观 我也刚刚看到展览也有一段报道 特别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在我们国民政府还没有承认 孙中山先生是国父的时候 这里的侨胞已经说他是国父 就在他逝世的时候 他这种推翻满清 建立民国的志业 我相信这里的侨胞到现在为止 都还会继续的想念着他 新加坡婉晴园是取自唐朝诗人李商颖 细阳林芳草 人间爱婉晴诗剧中的婉晴二字 现在婉晴园存放了许多珍贵史料 可让民众了解当年孙中山先生 在南洋筹划革命的历史 在南洋筹划革命的历史 在南洋筹划革命的历史